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 正在你的背上 扑形 弟兄 我的母亲 你背负着我 在这乐园中逍遥 你还在那海洋里面 走出些音乐来 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 我的母亲 我羡慕的是你的孝子 那田地里的农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 你是时常的 时常的爱顾着他们 地球 我的母亲 我羡慕的是你的虫子 那探坑里的工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 你是时常的 时常的 怀抱着他们 地球 我的母亲 我羡慕那一切的动物 尤其是 蚯蚓 我只不羡慕那空中的飞鸟 它们离了你 要在空中飞行 地球 我的母亲 我不愿在空中飞行 我也不愿 驾车 乘马 拙袜穿鞋 我只愿 赤裸着我的双脚 永远 永远和你相亲 地球 我的母亲 我听着一切的声音 言笑 我知道 那是你的歌呀 特为 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 我的母亲 我眼前一切的浮游生动 我知道 那是你的武鸦 特为 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 我的母亲 我的灵魂 便是你的灵魂 我要强健自己的灵魂来 报答你的 圣恩 地球 我的母亲 从今后 我要报答你的 圣恩 我知道你爱我 你还要劳我 我知道你爱我 你还要劳我 我知道你爱我 你还要劳我 我要学着你劳动 永久不停 地球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从今后 我要报答你的 圣恩 我的母亲 从今后 我要报答你的 圣恩 大家一起 养我 兄弟姐妹们 地球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那天上的太阳 我的天上的太阳 我的镜中的盈 正在天空中 正在天空中 大放光明 從今後 我也要把我內在的光明 來照照 四表綜合 這部作品是選自我們四川的大文豪 郭墨若先生的 節選的一段 壁虹老師 為什麼會選擇這樣一個作品 這樣一個主題 地球我們的母親 人類到現在 才對我們自己的母親 有了這樣的意識 我也希望能夠通過這樣一個作品 不僅讓兩位選手 增強這方面的情感和意識 也能夠讓更多的人 來關注和保護地球 我們的母親 拿到這個作品的時候 其實在我們倆上台的前一刻 我都特別忐忑 我在前一刻我都還在背詞 我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因為我很怕我自己 投入到表演當中去 然後把那個 詞就忘了 對 詞就忘了 還有就是我們倆 真的 我們特別好 我們早上醒來 就說 來我們來編詞吧 睡覺前 睡覺之前先回顧幾遍 醒來之後馬上來編詞吧 然後就開始了 對 這部作品 在詩歌朗誦會當中 歷來就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 用各種方法 各種方式 各種處理風格 都有了很多的這個朗誦的範本 兩個人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條件 利用了自己的理解 處理得非常好 取捨的問題是他的事兒了 楊老師真是 太老謀深算了 我覺得他們倆特別棒 其實我 就是 經常在這種很年輕的 那個選手身上 能夠 我覺得真的未來充滿希望 就是 少年強作中國強的那種感覺 也是很難選擇 選了嗎 沒選 我是愛憎分明的 嗯 我是覺得季強是有 更大的空間 可以展現他 特別是我比較欣賞 季強的一點 就是他面對作品呢 是那種 淡然 那種 隨性 隨意 處變不驚 我會選 季強 我的意見 一般都跟李老師 最後的選擇是相反的 一般您的意見 力宏老師都不會採取 對 但是 所以王涵儘可放心 李洪老師 請您決定 誰可以進入 全國總決賽 我覺得這份文章 我自己一定能達到 我自己最理想的一個狀態 老師可能會覺得 不喜歡我的調度 或者說我運用了很多志氣語言 靖洪老師 請您決定 唐繼強 恭喜 realizes manifest 我們應該會但 來了 坐在這裡 我們是 錢魷宏老師 乾這場 現在是 眼泪都会要出来 希望我自己在总决赛 可以表现得更好 恭喜赵景旭 李苍茂 杨纳一 唐继强 成功晋级 诗歌之王第二季 全国总决赛 最后一个晋级名额 将在其余六位 代定选手中产生 谁能最终晋级 让我们拭目以待